哈喽 大家好 我是飞扬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安倍晋三最近的无耻心境 12月1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出人意料地对台湾问题做出了表态 他在发表线上演讲时声称台湾有事 即是日本有事 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我国外交部随即就安倍晋三的错误言论提出了严正交涉 但安倍晋三的回复却是 自己作为一名国会议员的表态受到中方关注 感到不胜荣幸 对于这种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的行径 也难怪咱们外交部发言人会送他一句呵呵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梳理一下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安倍的这番表态确实非常突然 安倍第一次上台时对华态度还比较友好 一度被认为亲华 第二次上台时 虽然由于美国的压力 不好明镇和中国改善政治上的关系 但两国的经贸往来反而是愈发的密切了 在安倍的操作下 日本还通过了RCEP 既然如此 安倍应该选择不得罪中国才是 那为什么要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说这种话呢 总的来说 这番表态既有他个人利益的计算 也有日本国家利益的考量 安倍虽然从日本总理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但是拖业不休 他一直想继续掌握日本的政坛 不久前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 主要的竞选人是河野泰兰 高氏藻苗和岸田文雄 高氏藻苗是安倍亲自推举的候选人 但他是一个极右翼 安倍看中他并不是因为他的主张 而是因为高氏藻苗没有任何根基 如果他当选 那只能成为安倍的傀儡 不过尽管安倍全力支持 但无奈高氏藻苗根基太浅支持力实在是不行 如果这样下去 河野泰兰上位的可能性很大 河野泰兰家族实力很强 安倍是没法让他当傀儡的 所以安倍推而求其次 选择了支持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属于自民党内第五大派系 红池惠 虽然也是派系之一 但是在实力上和安倍所在的西田派系差距较大 所以岸田文雄上位的话还是比较符合安倍利益的 但是岸田文雄显然不甘心当安倍的傀儡 他自己也想干出一番事业 于是在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出现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9日宣布 从30日临时起针对所有国家和地区暂停外国人新的入境 这也就是说封国了 岸田火塑封国的做法也在日本民间赢得了广泛赞誉 声望大幅度上涨 那这就让安倍很不爽了 因为这样一来岸田很有可能脱离他的控制 但直接阻止不太现实呀 毕竟封国这事你也不能说岸田干的不对 岸田获得了声望的下一步便是要正式施政 按照他自己的计划要打造新资本主义 就是要发展经济推动公平分配 那日本要发展经济就势必得和中国搞好关系 那安倍不就可以做文章了吗 通过一系列表态让岸田内阁难以和中国改善关系 给岸田添堵 警告岸田你想脱离控制的话 那我让你什么也干不成 至于这种表态会不会给日本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作为在野人士它是不需要考虑的 其次安倍的表态其实隐含了日本国家的诉求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有一定体量的国家都会不自觉的谋求势力范围 让自己获得更多的众生 日本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 不谋求势力范围是不可能的 但是日本如何选择它的势力 这就是个难题了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东是太平洋 美国的地盘 日本可没拿胆子 那向北是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远东一直不怎么开放 再加上日俄没有和平条约 日本又比较忌惮俄罗斯 也不可能作为势力范围 那向西是韩国和朝鲜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历史上日本也的确占领过朝鲜半岛 但是当今的朝鲜可是软硬不吃 也不开放 韩国则被美国控制 所以朝鲜半岛也很难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如此一来便只剩下向南了 而向南的第一站就是台湾岛 台湾岛上恰好有台独势力盘踞 作为势力范围是最好不过了 但是仅仅一个台湾岛 肯定是满足不了日本的胃口 日本真正想要的是整个东南亚 当然我们要说明一下 日本在东南亚谋求的 实际上是经济上的势力范围 它政治上肯定是不敢的 日本一直都有一个计划 叫验行计划 也就是由自己担任亚洲经济领头羊 亚洲四小龙作为第二梯队 做零部件供应商给他打辅助 最后东南亚和中国大陆做代工 但是由于中国大陆不断进行产业升级 日本知道没法让中国一直代工 所以逐渐的转向了东南亚 如越南从2017年至2018年 日本以投资总额为91.1亿美元 占对于越投资总额的25% 成为越南最大的投资来源国 日本试图通过投资东南亚 来打造一个日本东南亚经济圈 而从日本到东南亚距离又较远 中间的关键节点恰好是台湾岛 所以台湾岛的作用再一次凸显 它是日本进入东南亚的前哨政地 历史上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 给台湾的定位就是南京基地 基于此日本就不愿意中国统一了 因为这样一来会直接截断 日本经济南向的可能性 使得日本东南亚经济圈 这个构想成为幻想 台湾对于日本的重要性 不仅仅是南京基地 还是重要的交通要导 我们知道日本是个没有资源和能源的国家 它的能源基本上是从中东进口 而想要最终到达日本的话 路上一定会经过台湾周边 事实上日本75%的能源进口 需要经过台湾周边海域 所以这条航线被日本称作海上生命线 这也是日本不愿意中国统一的原因之一 说了以上 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日本对台湾问题还有着更为阴险的算计 众所周知 日本在二战后被美国拴上了锁链 导致其成为经济上的巨人 政治上的侏辱 而挣脱锁链就成了日本一直以来的追求 但挣脱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毕竟日本和美国实力差距悬殊 日本历史上又曾经咬过美国 所以美国一直对日本非常警惕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美国是不会放松的 除非是美国特别需要日本帮忙 那怎么样才可以让美国需要日本呢 美国和中国现在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而中美矛盾最容易着火的地方就是台湾 所以日本就想着 我能不能在台湾问题上添一把火 让中美关系变差 鉴于目前美国的实力下降 以美国自身来看 如果中国真的要统一 它是无法阻止的 整个西太平洋 真正能给美国提供有效帮助的 也只有日本了 这样一来美国不就需要日本了吗 也就很有可能给日本松绑 所以日本的算计 就是不断的挑动台湾岛内台独势力 比如日本保护台湾之内的承诺 给台独壮胆 让台独势力搞事 进而引发中美双方打起来 那这样日本就可以挣脱锁链了 但不管安倍晶三怎么跳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是不可能推让半步的 他这次恐怕是要打错算盘了 好了今天的解读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哦 拜拜